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鸽子 这里是迷你世界体验服 我们迷你世界体验服 在下个版本雨林地图中呢 会更新出八款道具 这八个道具呢 都是可以和我们人物息息相关的 我们先来试试这个法杖 看看它这个法杖 总共法杖呢 是有六个 一个最初款是杖杆 结实的乔木法杖 可以与金合结合 制成强力的法杖 工具合成配方呢 是用雨林乔木和我们的星光粉尘 它呢是合成后面的这些法杖 最基础的一种形态 所以说呢 要合成平凡法杖 赤裂法杖 合成后面这些法杖呢 都是必须要拥有一个杖杆的 我们来试试这个杖杆的话 拥有什么魔法 它好像没有魔法 它只可以普通攻击 我们现在去试试这个普通攻击 威力如何 你们两个不要打了 一下 这个没事啊 两下 三下 这个普通的杖杆呢 击打我们牛羊的话 是三下 可以杀掉一只牛 我们现在呢 再来试试第二款法杖 第二款法杖 它的名字叫做平凡法杖 平凡无期的法杖 可以发射 法球 它的工具合成配方呢 就是用我们一个杖杆 加上一个平凡的金盒 就可以 我们来试试它的威力如何 和我们杖杆一样 它都可以普通攻击 但是多了一项 它可以施展魔法 我们来看看它的魔法如何 它这个魔法在击中了牛以后 这只牛怎么没事啊 这个威力不行啊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是一只牛吗 这威力也太弱了吧 再来一下 这个平凡的法杖的话 杀我们牛的话 需要两发 需要我们射出两发这个法球 感觉这个威力的话 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款法杖 第三款法杖的话 它的名字是 赤裂法杖 赋予了火焰力量的法杖 可以发射出燃有烈焰的法球 它这个的话是用 杖杆和赤裂金盒 合成出来的 我们来试试它 看它的威力如何 和我们普通的杖杆一样 它依然是具有普通攻击的效果 我们再来试试 它的这个法术伤害如何 对准了这一只牛 它不同于我们这个平凡法杖 它在击中牛以后 会形成一个 一直燃烧的状态 这个过程呢 是持续性掉血的 所以说 这个视觉效果是不错 但这个攻击力 能比我们平凡的法杖高一点 它需要射出两发 两发这个法球 就可以把一只牛杀掉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法杖 第四个法杖 它的名字是雷电法杖 赋予了雷电力量的法杖 可以召唤雷电 它的合成配方呢 也依然是用我们一个杖杆 和一个雷电金盒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法杖 效果如何啊 我们来试一下 就这只牛了 哇 它射中牛的话 天上会出现一道闪电 感觉非常炫酷 我们再来试试 看它射出几发法球 可以把一只牛杀掉 两发 这个是可以射出两发 杀掉一头牛 感觉这些法杖的话 攻击力都差不多 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法杖 第五个法杖 它的名字叫做脆毒法杖 赋予了剧毒效果的法杖 发射带毒的法球 它呢也是拥有一个杖杆 和脆毒金盒组成的脆毒法杖 我们来试一下 依然是可以普通攻击的 我们来试试它的法术效果如何 就这只牛 好 这个的话是有一个持续性的中毒伤害的 不知道 威力如何 哦 这个脆毒法杖 是这些法杖中的王者 它只需要射出一发法球 就可以直接杀掉一只牛 哇这是这些法杖里面最厉害的 就是脆毒法杖 我们再来试试最后一个法杖 它的名字是复苏法杖 这个法杖呢 是赋予了恢复效果的法杖 击中生物可以为自己恢复生命 哦 那我们以后野外探险的话 如果没有血量的话 即使我们没有面包之类的 加血道具 我们可以使用复苏法杖 为自己恢复生命 我们看一下它的合成配方 是一个杖杆加复苏金盒 我们来试试啊 好 看我们现在自身的出现了 这个恢复生命的效果 嗯 非常不错 这个复苏效果的话 我个人感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法杖 我们再来看看 第七款道具 回旋标 这个回旋标呢 是用祭祀的骨头制成的武器 飞出去以后会自动的回到手中 我们来试试这个回旋标如何 我直接扔出去 看看能不能回来 哦 果然是可以回来的 但它怎么可以击中我们的这些生物呢 击不中吗 这个 哎 完了 我这扔第三次它回不来了 它给插地上了 哦 插地上的话 我们是可以冲过去把它拿到手里的 哦 又插地上了 好吧 这个回旋标的话 用的话还是比较难用的啊 还是比较难用 我们来试试它的威力如何 这么近 我就不信不中 哦 它的威力可以啊 它的威力的话 射出去就可以把这些牛羊直接击杀掉 好 我们现在重头戏来了 就是这一个蛇神之翼 这个蛇神之翼啊 它呢 装备上以后 我们就可以轻飘飘地飞起来 小班们 你们看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这个羽翼 它的效果有多强 就这个蛇神之翼 好 这个我们跳下去呢 是不会摔死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蛇神之翼的话 从这么高的高度上跳下来 必死无疑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个版本中新增的道具 不知道小伙伴你们喜欢吗 好的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